好,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 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同声颂读一辈一期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 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你的 阿们 我们再往后翻看三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 阿们 我们低头再次祷告 慈悲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早晨的时间来到你的面前 愿主你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造成肉身的意义 让我们真正作为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 能够透过你的话 能够真正晓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让我们的信真正扎根在耶稣基督的位格 和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福音的救赎性的事实之上 求主让我们清楚这救赎,也让我们能够信心得以兼顾 也更好的让我们去宣讲这个救赎的福音的时候 更加传讲的清楚和全备 愿主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 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道与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进入了第四天来学习道与我们的关系 第一天我们查考了道是太初的道 他在亘古当中他就是神 他是三一上帝的第二位格 并且万物都是接着他造的 因此他不单纯是个犹太人的拉比 不单纯是一个玛利亚的儿子 不单纯是一个完全的人来作为我们效法的榜样而已 他是作为永恒的圣子 亲自来到这个世上 并且他在来到这个世上之前 他就是神 而且他万有也是借着他所造的 因此他就是我们存在的根基和源头 所以我们和他之间 即便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也和他有着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 那第二天我们查考了 这位道不只是永恒的道 不只是万物的源头 万物的创造者 他亲自来到这个世上 道成了肉身 那道成了肉身有诸多的意义 圣子上帝神的儿子 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呢 第一层面我们强调了道成肉身的第一层意义 就是启示性的意义 他来了 他带给我们真理 他来了 将看不见的父向我们表明出来 作为最伟大的先知 他传讲真理 作为话语 作为道 在肉身的显现 更加清晰的 最终极的将神向我们表明出来 所以看见他的言行 看见他所说所做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位神 即便就曰上帝曾多次多方小欲 即便就曰上帝曾经向列祖显现 但是若不借着圣子 我们就无法真正的认识 明白认识之为父 之为上帝 然后第三天 我们就谈到了道成肉身的第二层意义 耶稣基督来了 不仅给我们带来真理 不仅让我们有认识神的可能性 为什么 他将看不见的父显明出来了 即便如此 我们看到仍然有万有借着他所造的 但是人却不认识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地方的人却不接待他 为什么人不认识他 不接待他呢 因为堕落的缘故 所以耶稣基督只是带来真理的话 也没有人能够认识 所以他不仅带来真理 他也带来恩典 而且这个恩是恩煞加恩 所以他的恩典实物 使那些不认识他人 可能认识他 他借着这个复活的基督的灵 在人心里面光照 开启 使那些瞎子得以看见 使那些死人得以活过来 使那些被撒旦捆绑 顺从撒旦的那些人 借着他的大能 得以释放 脱离撒旦的权势 成为神的儿女 得以信耶稣 得以信基督 所以我们第三天就查考了 他不仅带给我们真理 而且他给我们带来恩典这样的事情 所以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是什么 因此我们今天进入到第四个主题 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 第三他带给我们旧属性的意义 耶稣基督不只给我们启示真理 这样看不见的父相 我们显明出来 耶稣基督不仅是带给我们恩典 使我们这些死人 瞎子和撒旦的儿女 得以成为神的儿女 得以看见 得以活过来 在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之前 耶稣基督如何做成这个恩典 如何实行救赎 这也是我们透过他道成肉身 来思想他道成肉身意义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恩典 到底从哪来 恩典之泉源到底在哪来 从亘古当中 从永恒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三一上帝的 救赎计划的这个根源 从历史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诸多的应许 那么今天本文里面 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特别的见证 就是施许约翰的见证 前面我们看到了约翰 使徒约翰的见证 现在他插入了施许约翰的见证 施许约翰这里面见证 耶稣基督是什么人呢 29节说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 就说 看哪 上帝的羔羊 不去世人罪孽的 这里面提到了 约翰称耶稣为当地的羔羊 然后他解释说 这个羔羊就是背负 除去世人罪孽的 那么这句话呢 在第二天 四日 再次日 然后他看见的时候 就对他的两个门徒 见证耶稣是 他就是上帝的羔羊 那么上帝的羔羊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的听众来说 上帝的羔羊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上帝的羔羊 这是一个意象 意念的意 画像的象 意象 他表达一个意义 这个就是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 熟悉旧约礼仪的犹太人 他们所晓得的 那在旧约里面 我们看到 在亚当堕落之后 在亚当堕落之后 因着亚当和他所有的后裔 都陷入罪里的缘故 有罪的人不能亲近圣洁的上帝 上帝就教导亚当和亚当 有关亲近神的方法 所以我们透过创世纪四章里面 亚伯献羔羊违纪这个事情可以推测出来 就是那个时候人们懂得向神献祭 而且献羔羊献牲畜 这种做法应该是不是随着他们的发明 而是按照上帝教导亚当犯罪之后亲近神 所以要献祭物的这种可能性 我们做出推论 并且这种传统我们看到到了亚伯拉罕之后 也是有这种传统 亚伯拉罕常常祝坛 直达帐篷 蒙生之招祝坛献祭 来寻求神亲近神 然后最明显的就是到了出埃及之后 上帝明确的颁布律法 设立了以会幕为中心的 以亚伦和他儿子为中心的这种会幕献祭的制度 所有以色列百姓要亲近神的话 他们需要为自己的罪献上上帝所要求的祭物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是有牛犊 有羔羊 有鸽子 有斑鸠等等 在这个献祭之前 就是在他们出埃及的 特别是逾越节的那个晚上 上帝明确吩咐他们要宰杀羔羊 然后透过羔羊的流血 才有了他们出埃及的最终极的得胜 羔羊流血 血被抹在按照神所吩咐的 他们因着听信神的话 抹在这个门框 门楷 门的这个边上 门框上 然后以至于灭命 审判的天使就看见这血越过 不至于被灭亡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羔羊被杀流血 这个血就成为保护他们 护辟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记号 那么到了出埃及之后 在西南山下上帝颁布律法 教导他们献祭流血 献上流血的祭物的时候 就让我们更加清晰了 这个羔羊流血的意义 在审判面前血遮盖了他们 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审判当中 得以越过 灭命的使者越越过他们 他们就得以脱离 或者说得蒙保护 避免被审判被灭绝 所以基于上帝所颁布的律法里面 这个伊亚伦文中心的这个献祭的制度 就让我们看到更具体的 若有人觉得有罪 就带上自己的祭物 或者牛或者羔羊或者斑鸠 献上的时候 祭司为他赎罪 他的罪就得赎了 所以这个羔羊流血这个概念 血是代表羔羊的生命被流出 羔羊牺牲死了 这种羔羊替献祭的人死 按照神的要求 这种概念就是代赎的概念 这种概念就是赎罪的概念 无辜的无罪的羔羊替人死 代替了人的刑罚 人犯罪应该承受上帝公义的审判的结果 以至于在上帝的面前获得赦免 人得以自由 不至于遭受原本人犯罪 应该承受的这个罪恶的刑罚 死亡的这个代价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画面 一个图像 一个意象 一个画面 就是公义的上帝 他既作公义的审判者 他必要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他一定要审判 犯罪得罪他的 犯罪的他必灭亡 先知书里面讲的了 然后另一方面上帝又是一位慈爱的大祭司 他怜悯这些犯罪的人 所以他就施恩给这些 不愿意将他们所犯的罪和罪的代价归给他们头上 所以他吩咐摩西制定了这个献祭的制度 然后也教导他们如何去献祭 有谁献祭 什么时间献祭 献什么样的祭 献上这样的祭 以至于让他们可以罪得赦免 然后可以亲近神 与上帝和好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享受这种平安祭和平祭 感恩祭 不过赦罪之后 百姓不再是在那种恐惧战惊的状态 而是享受了与上帝和平的 那种与上帝享受这种平安的 这样的喜乐的 包括感恩的这样的生活 所以透过出埃及记西南山上 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那套祭祀礼制度 我们就理解了这个羔羊到底是什么 羔羊是替罪的羔羊 是补熟的概念 是救熟的概念 是待熟的概念 人犯罪人应该受到刑罚 人犯罪人应该有担负自己犯罪的责任 所以人要承受自己犯罪的结果死亡 但是上帝给我们留了一条救熟之路 是待熟之路 我们的罪不再追讨我们的罪 而是将我们的罪归在那个羔羊身上 让羔羊替我们承受我们应该受的刑罚 这是上帝设定的方法 在社会法的公平公义的审判里面 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上帝却指示我们这样做 上帝设计了救恩 所以救恩是属于耶和华 不仅是耶和华是实行拯救 连拯救的方式 拯救的原理 也是上帝设计的 上帝出于他自己的智慧 公义 连免他设计了这个方法 然后吩咐我们 让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 让我们从中经历设罪的平安 所以这个概念是待熟 让一个无辜的羔羊替我们赎罪 背负我们的罪 这叫做代替 替我们受刑罚 然后让我们从中得以脱离刑罚 为什么 神的公义原本是在我们上上追讨 但是如今我们的罪归算在 算在羔羊的头上 按手在羔羊头上与他联合 与羔羊联合 我们的罪就归在羔羊身上 羔羊就替我们承受 我们原本应该受的罪 所以羔羊就受了死的结局 要流血被杀 然后被陷在祭坛上奔烧 承受上帝对罪的审判的愤怒 所以他必要被杀 罪的代价就是死 然后被烧在坛上 象征着承受罪的咒诅 死亡和刑罚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就让我们知道这种代替 代替我们受刑罚 他受的刑罚 他付上的生命的代价 他替我们受了刑罚 他就满足了上帝的公义 因此他的生命就赎了我们 把我们从原本我们应该承受的 神的公义和愤怒刑罚里面 满足了出来 他的生命就成为支付我们 偿付我们罪债的价钱 价值 所以我把我们从我们应该受的刑罚里面 满足了出来 使我们的上帝的公义满足了之后 上帝和我们就形成了这种和睦和平 我们就得以释放 得以自由 与上帝和好 所以这个概念叫做代数 代替我们支付了我们应该对罪承受的代价 结果呢 使我们的债 欠罪的债 欠罪的债 得以偿付了 我们就得以脱离了自由 有人替我们支付了我们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 结果我们就不再受欠债的事情所压制 我们就得了自由 就成为不欠债的人了 那么这里面代数的价值很有意思 代数的价值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满足律法 完全顺从律法的要求 这个叫做顺服 或者说圣洁 第二个要求就是 要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 当律法要求完全顺服 我们不顺服的时候 律法定我们罪 我们要承受按照律法 犯律法的罪的刑罚来受刑罚 完全顺服 不顺服的时候刑罚 那么刑罚的结果就是死 所以要想赎买我们的罪 要替我们履行对律法的顺从的要求 所以他要完全守法 第二 因为我们违背了律法 所以他要替我们 偿付我们违背律法 冒犯律法的结局 受刑罚 所以这个羔洋要成付两个层面的作为 满足圣洁 完全顺从律法的要求 第二满足公义的审判的要求 承受违背律法罪的刑罚 那么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献祭的时候 无论是约约节的祭物 被杀的羔羊 还是后来摩西 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里面献祭的要求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就是 那个羔羊要从羊群里面选出来 什么第一年 就是第一年的那个羔羊 小羊羔嘛 而且是没有残疾的 提前预备 然后观察 特别是观察一周 发现它没有疾病 没有残疾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献上圣洁的羔羊 动物不存在什么圣洁不圣洁的 因为它不是道德的存在 希伯来语境当中 旧约当中圣洁的概念 一个是道德上的完全 第二个是礼仪上的这个无瑕疵圣洁的概念 所以羔羊一定要圣洁的 所以它没有残疾的 至少这个是礼仪上的 所以羔羊不存在什么道德的问题 犯罪的是我们 动物没有什么道德的概念 犯罪得罪神了 所以这个圣洁的概念 首先是礼仪上的概念 当然这个礼仪上的概念象征性的 指向后来的事情 待会我们会谈 所以它一定要是圣洁的无瑕疵的 因此祭司选出这种羔羊 或者是献祭的人 要选出这种羔羊去观察 特别是于月节的时候 要线的那个要留守观察 观察发现它没有瑕疵 没有问题的时候 才能作为郑重的献上赎罪的记号 然而旧约里面上帝借着礼仪律 所吩咐的这种无瑕疵 没有残疾的羔羊 最终实现就在耶稣基督之上 失去遗憾说 看哪神的羔羊 背负是人罪你的 除去是人罪你的 那个众人所期盼的 最终带来拯救的 把我们彻底从罪和死亡当中释放出来的 那个上帝羔羊 是神所选的 是神所命的 上帝所拆派的 是满足于上帝的 那个神的羔羊 就是那位三一上帝 在创世之前 他们之间所商定的 由圣子 第二三一上帝的第二位 一个圣子 亲自来到这个市场 取了人性 道成肉身 就是为了 做我们的 替罪羔羊 做我们的 赎家 做我们的代赎者 忠保 救赎者 而他 就是神所预备的 那个真正能够满足 上帝 救赎他百姓的 那个羔羊 看哪 神的羔羊 背负 当我们按手 凭着信息与他联合的时候 我们的罪就归在他身上 他就背负我们的罪 除去世人罪 借着他的献祭牺牲 可以 使我们罪 得以消除 我们得以罪得赦免 那么耶稣基督 既然是神的羔羊 他必须满足两个方面 第一圣洁 他本身无罪 他要完全合乎律法 满足律法的要求 第二 当然满足律法 包括积极的顺从 完全守法 第二 也是在这个基础上 他要满足律法的公义的要求 不止满足律法 顺从的要求 当人冒犯律法的时候 他要承受律法公义的审判 要替我们 死 我们才能彻底的 第一满足律法的顺从的要求 满足律法 违背律法公义审判的要求 审判刑判的要求 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 他要满足这两个层面 一个是对律法的顺从 第二个就是对律法 违背律法要承受公义审判的 那个承受刑罚 替我们死受咒煮的 这样的两个方面的意义上的羔羊 然而这两个方面 最关键的要求就是 他要成为人 亚当 他要成为人 顺替我们 代表我们顺从 第一亚当 我们的天然人的祖先亚当 因着他是我们的头 行为之约 伊甸园之约 生命之约 行为之约 亚当之约的头 我们是他的后遗 他代表我们 违背了那个 结果他和我们就一同陷入到罪里面 而幕后的亚当 第二亚当 基督 他也要成为我们的元首 代表 所以他要成为我们的同类 一定要成为人 这是上帝所设计的 女人的后裔 应许亚伯拉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成为人 亲自来到我们中间 成为我们弟兄中的一位 成为我们的一员 代表我们 去顺从 那个亚当 因着亚当的悖逆 带来的死亡的咒诅 第二亚当 他要作为我们 新的元首 代表我们 代替我们 去顺从律法 所以他一定要取了肉身 取了人性 成为我们的样子 来完全守法 所以大家就理解 耶稣生平当中 耶稣在凡事 胜过试探 等等 去完全遵守律法的要求 虽然有的时候 犹太 当时的犹太人误解 他违背律法 犯安息日 不遵守这个 捷径的礼仪 用俗手吃饭 冒犯安息日 甚至等等 做了很多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是 违背他们的 双引号的律法 其实耶稣 并没有违背律法 而是完全遵随 律法的精神和要求 但是犹太人 当时是 他们对律法 有一些 自己错误的理解 律上加律 归上加归的 加上了他们理解 解释的传统 所以他们就限定了 安息日要走 不能超过多少步 不能超过多少距离 等等这样的规条 然后上了市场 回来之后 一定要洗手 不洗手的话 用不洗手的 锁手吃饭 就是不洁净 这里面 律法没有要求 但是他们根据 律法的教导 他们做出了 很多的细节化 加上了 归上加归 律上加律 条上加条 就延伸出很多 这个繁琐的 他们觉得遵守的 这样的传统 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 真正遵守律法的精神 去安息日 抑制别人 连灭人的时候 他们觉得 违背了他们所认为的 律法的要求 所以就定耶稣的罪 所以除此之外 耶稣来了 实际上就是完全遵行父的 父啊我来了 就是照着你的执意行 直到他上十字架 顺服以至于死 贝利比书二章五节到十一节里面说 顺从以至于死 顺从到一定地步 彻底顺从以至于死 顺从到最高峰的时候 按着神的旨意上了十字架 所以他是完全顺服 没有丝毫违背神的旨意 如果他有丝毫的在试探上妥学 那么他就犯了罪 他有了罪 他就成为有瑕疵的羔羊 他不仅没有资格做赎罪的寄生 赎罪的祭物献给神 上帝也不愿意纳喊那样的祭物 他自己也需要赎罪 作为人的话 成为被救赎的对象 所以耶稣来了 他一生完全顺从律法 作为具有完全的神性 这位圣子的人格 魏格 他取了人性 使这个人性在他神性魏格里面 与他的神性联合 在圣子的魏格里面 具有了两种本性 原有的神性他是固有的 又取了与我们一样的人性 所以人性在神性魏格里面 拥有了完整的人格 所以在基督这一个魏格里面 他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 所以作为我们的代表 他在地上顺从的时候 就是作为具有神性和人性的中宝基督 他代表我们去顺从 完全顺从 战胜魔鬼的试探 广野里四十日之久 受魔鬼的试探紧实 这是代表的 路加见证说 广野试探之后 魔鬼就暂时离开了耶稣 很准就要暂时 后来随着耶稣的一生的生涯里面 我们看到直到耶稣定在十的架上 魔鬼一直借着那种隐秘的方式 在犹太人里面 在门徒的里面去试探耶稣 主啊断不可 这次断不可 你千万不能上十架彼得 耶稣说撒旦退去 耶稣并不说魔鬼是 彼得是撒旦 但是这种拦阻神旨意 借着彼得的这种感情 打感情牌 去拦阻耶稣顺从神的旨意 为了完成救赎工作 上十字架这种工作 其实就是魔鬼的试探 有的时候还在十字架上 还你是神的儿子吗 那你就下来证明给我们看看 是吧 前面还有很多试探 律法师 夫子 我们知道你是从神来的 那好不好 这个十条诫命 这个到底这样遵守可不可以 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呢 好像表面上是装成一种虚心 求问求道的样子 但是圣灵解释说 他们乃是要在这样的事情上 要拿着找耶稣的错误 找他的漏洞 要定他的罪 所以耶稣的一生当中 面临了无数的试探 圣经有暗示的 记载的明确记载的 还有无数的 他活在世上的每一瞬间 可能都受到无数的试探 金钱上的 魔鬼在矿烟里面 你若是在我面前伏伏拜我 我就将天上的荣华都赐给你 约瑟家庭并不是什么特别富裕的 这是传统当中所认为的 木匠虽然当时是一个比较好的职业 但是他家孩子太多了 除了耶稣以外 后面马可福音里面六章里面记载的 是二章四章里面记载 他至少二章应该上四章 准确的不记得了 然后除了耶稣以外 他的弟兄姐妹不是在我们中间吗 提到了男孩四位 姐妹们至少两位 这样就耶稣 约瑟直接亲自生的至少六个孩子 耶稣是跟约瑟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这样的话六七个孩子 家庭当中实际上按理说是 比较穷困的家庭 在这样长期受结局的人的面前 把天下的荣华给他 这是多大的试探呢 突然变成爆发户的这种可能性 他拒绝了 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 在饥饿四十天之久的人 让他用自己的全能去 满足自己饥饿的需求 看似合理 但是却面临着 伊甸园里面亚当 吃不吃那个上色果树的果子的问题 耶稣在吃的事情上 仰望神 人活着不是单靠手 乃是靠着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 大家可以想到两件事 亚当和旷野当中的以色列百姓 以色列百姓学习顺从神 他们才得以在旷野里面存活 上帝供应给他们 亚当其实真正存活的秘诀 不是在于吃那个上色果树的果子 而是在乎顺从神 结果他违背了 以为吃可以就活得更幸福 但是当他违背神的话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真正的生命 死亡和咒诛给到了他 耶稣基督看透了魔鬼的诡计 他选择信靠顺从神 顺从神才是活路 顺从神才是生命 不仅是为了代数 作为道成肉身的人 已经成为真人了 人在神的面前 虽然他是忠保 兼具神和人的这样的本性 那作为人他选择顺从神 这就是活路 亚当失败的地方 他站稳了 他得胜了 对耶稣一生顺从神的话 这样的例子很多 直到他死为止 都没有违背神 得罪神 没有冒犯神 所以他一生都是圣洁的 他才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 成为替罪羔羊的基本的责格是无罪 圣洁 那作为人就是完全顺从 所以他一生当中顺从 不只满足了替罪 作为赎罪计的条件 还有就是 他要代表我们完全顺从 我们前面提到了亚当 因着他的不顺从 众人都犯了罪 众人都在亚当不顺从 这个事情上一同犯了罪 基督做我们新的头 新的代表 基督的顺从要成为我们的顺从 所以基督的顺从 就代表代替我们完全顺从的律法 这个叫做基督的义 我们被称为义的那个义 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换来的 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义 这个义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积极的顺从 正面的顺从律法 满足律法的顺从的要求 第二是被动的承受 上帝对违背律法的咒诅和刑罚 所以基督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 完全顺从的律法 成就了律法 对完全顺从的生活的要求 所以他遵守了 唯一一个遵守律法一切要求的人 这就是义 在上帝眼中看完义的事情 就是完全遵守律法的要求 律法所教导的那个精神 完全去持守 就是完美的生活 在上帝眼中看完完美的 完全的生活 所以被上帝称为 这个评价为是公义的 基督的意识 真真实实在在的 真金白银的这个义的生活 上帝称为喜悦的儿子 我所喜悦的 不只是永恒当中富与子的关系 他完全顺从父的旨意 获得了上帝的对他的作为中宝 具有人性 在人性里面获得了上帝的认可 完全顺从的律法 这是义的一半 这个他完全遵守律法 另一方面 我们被称为义的义 这就是我们有罪 这个罪要得到解决 替我们定了律法 完全顺从的义务 还不够 我们闯了祸 亏欠律法的债 那个债里面 一方面是要满足 对律法的义务的顺从 另一方面 冒犯律法应该承受的刑法 他要满足 那就是替我们死 羔羊要不只是圣洁无瑕赤 经过祭祀的查验 满足作为寄生的条件 他要圣洁 第二 羔羊要满足了圣洁 要被献上吗 流血宰杀 流血死掉了吗 然后切成块 完全烧在坛上等等 承受那种死和死亡的痛苦 所象征的被烧在那种 像审判一样 烈火焚烧一样 完全所有罪的刑罚 都倾倒在寄生身上 当然 旧约只是一种 教训蒙的师父 用来教导我们福音真理 预表象征基督的 那个象征一样 那个阶段 上帝让我们用那种仪式 来象征着我们仰望 那个最终应许的 那个真正除罪的羔羊 就单就旧约的 那个羔羊本身 一条羊 它的生命有多少的价值 带贵几千元 带贵几万元 带贵几百万 有什么稀有物种的话 也就那个价钱 对不对 单就羔羊的生命的价值来说 它不足以跟人的生命比较 所以它也不可能等价替换 但是神借着这样的吩咐 用这种羔羊 教导我们 我们的最需要 要有人替我们去赎 替我们去承受 而这个承受者就是 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你 他完全顺从 然后他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 这个罪债 这个律法的要求 才得到满足 一是积极的顺从 另一个是 闯了祸承受的代价 要得到满足 都满足了以后 代表我们 代替我们满足了以后 我们才从上帝的审判台阶 获得自由 为什么 所有的上帝公义的要求 都都满足了 顺从和承受罪的刑罚 所以耶稣基督 替我们上了十字架 上十字架表面看来 是出于犹大的背叛 出于比拉多这种愚蠢的 政治上的所谓的 在他看来是 政治上的明智的选择 但是是不公义的 上帝给他的权柄 是公义的审判 结果他乱用了 这个世俗的权柄 没有实行公义的审判 明明知道 耶稣基督不该死 但是他却为了 自己政治的考究 妥协了 响应了这种愚蠢的 愚昧的 大众的呼声 所谓的民主的成功 满足了民主 绝大多数人的这个要求 是民主成功了 但是却发生了历史上最著名的 最危险的不公义的审判 结果将真理定在十字架上 将生命的主处死 将审判主交付在自己不公义的审判下 所以耶稣就在这种表面的诸多的因 却成就了背后上帝所预定 所计划的那个救赎计划 所以他甘心乐意是顺服神的旨意 他不是说他命不好 运气点倍遇到了这样的愚蠢的 这样的考虑政治生涯的 这种世俗的聪明的比拉多 也不是点倍遇到了一个白眼狼的犹大 白白跟自己三年之久 枉费了他一片的信任 背叛自己的犹大 不是这样 他是甘心乐意的 虽然这种背叛这种是不公义的 伤害他 但是他愿意甘心乐意 顺从父的旨意 他仰望父 愿意成就父的旨意 希伯来书里面 十二章里面 耶稣基督欢喜快乐的上十字架 为什么 因为他想到他上十字架之后的 那个成就的那个荣耀 成就的那个果效 他就欢喜的 甘心的去面对十字架 故而你的本意如此 我来了就是要照你的旨意行 祭物和赎前祭是你不喜悦的 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 成就那个彻底的赎罪 这是负责喜悦的旨意 所以他的出生 别人的出生 君王的出生 农民的儿子出生 所有的人的出生 都是带着父母美好的期待 绝大部分的人 我们说那种意外的 个别是除外 带着美好的期待出生的 祝愿其生出生的 但是唯独他出生死 一出生就是为了死而来的 当然这个终极的也是美好的 借着他的死 要结出许多的子力来 借着他的死 要开辟一个生命的泉源 我们唱的宝血泉炎歌 使得架上所流的血 却成就了万人得救的救恩 耶稣基督是背负我们罪恶的 他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 他是神圣洁的羔羊 他满足了上帝公义的需求 作为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 代表我们 做我们恩约的元首 他替我们 代表我们 完全顺从的律法 然后他又替我们 满足了我们犯罪 应该承受上帝愤怒 咒诅刑罚的那个死 于是乎我们就脱离了律法的定罪 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偿还 所以我们就 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 同埋葬 死的人就脱离了律法 所以在法理上 耶稣完全的顺从和 满足违背律法的这个要求 这个功劳 这个义 就因着信归算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得了自由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信了耶稣如何被赦罪的 我们如何与上帝和好的 我们如何被称为义的 如何无罪豁免的 这个不是不公义 而是公义的 为什么 上帝将我们该受的刑罚 公义的审判 在基督身上赐下了 这是真理 真理绝不容妥协 真理要求我们绝对的顺从 真理要求我们违背真理 一定要受审判和刑罚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 同时耶稣基督 他也是恩典 借着他满足的要求 应许的所有的成就的一切 他所成就的意 就白白的归给那些相信的人 这个部分呢 是我明天早上要谈的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盼望我们思想 道和我的关系的时候 不管想到圣经的话 而且是那个位格性的道 它跟我之间的关系 它是我生命的根基 是我的造物主 是永恒的神 它是先知 它教导我真理 它是无罪的羔羊 它既我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 对律法的遵守 对违背律法该受的刑罚 所以今天我得以自由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所有的劳苦和重担 所有的债务 都由耶稣基督为我们偿还了 我们基督里面的平安和自由 赦罪都是由他而来 而他这个赦罪 正是基于他这样的完全的顺从 遵守了律法的要求 并且满足了罪恶的刑法的 这样的公义的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的牺牲就拥有无限的代价 不够拯救我们所有的罪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奥秘 这就是福音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学罗马书里面所学的 上帝的义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称那些不配 称为义的罪人为义 为什么 义的交换 因着信基督 基督的义算在我们头上 我们这些原本不义的人 就在上帝眼中 被视为罪人 罪得赦免 被悦纳 甚至恩上家人 称我们为儿子 盼望我们能够靠着这个 忠保基督的功劳 常常在主的面前发圣 享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福音的根基 福音的奥秘 公义的护心境 救恩的头盔 救恩的头盔 福音的鞋子 真理的腰带 信德的腾牌 都 它的本质包含的就是这个 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做的一切 可以保护我们的思想 保护我们的心灵 是我们传扬的内容 行走福音的道路 抵挡仇敌攻击的 攻击那些唾谬 真理的剑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福音 这个福音里面就是耶稣是谁 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 这就是基督教 福音不只是做个绝治祷告 信耶稣悔改 然后得天堂 到底为什么我们的罪得赦了 什么叫做福音 这个很重要 所以盼望我们教会能够穷尽一生 能够思想福音的本身 这里面的原理 让我们在他里面获得安息 求主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